什麼東西 好幼稚喔 我洗米的時候呢 她興致一來 就要我們跟她娘娘請安這樣 出了一個主題叫做 三粉圓 檸檬三粉圓 我就靈機一動 把她這些米蟲全部倒進去 手足大爆料 糗事全曝光 她和她的媽媽和女兒 她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她們在家裡面 是 我很心疼她的正牌女友 她跟我講完她的計謀之後 就譬如說我現在要下去二樓 接這個國外回來的好朋友出門囉 然後在那個15分鐘還20分鐘前 我就讓她的正牌女友知道 我可不可以要出門 我是Selina 我是納豆 歡迎收看小雨嬌三個三號 其實呢世界上有種生物 就是算是最可惡也是最討厭的 就叫做兄弟姐妹 因為呢 是家人還是仇人呢 對 有些時候就是一瞬間而已 她上一秒鐘跟你還很好 可是她可能就不用去打小報告啊 或是什麼 因為她跟你太常相處在一起 然後你也不能跟她切掉關係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請來這些這個 藝人朋友她們的兄弟姐妹 來這個爆料她們這個 從小如何跟她兄弟姐妹相處喔 是的 那首先第一人就是 倪雅倫哈的哥哥倪道明 歡迎 你好 兩位差 你們覺得年齡相差很近嘛 對不對 四歲 所以是會玩在一起的嗎 小時候沒有辦法玩在一起 因為可能她上高一的時候 我才國小六年級 她根本不會理我啊 對 然後她上大一的時候 我還是國中生 可是慢慢 是你比較無趣吧 拜託 是你 先不要吵 等一下有機會 開始了 到再大一點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是可以玩在一起的 比較大了以後 對 好像都是這樣 好 第二對呢是我們Apple 她上來的弟弟黃玉翔歡迎 歡迎 差更近了 對我們差兩歲而已 差兩歲 所以還蠻容易吵架 玉翔等於是跟那個 姚姚 姚姚是雙胞胎 對她跟姚姚是雙胞胎 龍胞胎 好像喔 但是 但是因為 而且姚姚又比較晚爆出來 所以姚姚其實是最小的 但小時候我都會跟姚姚聯手欺負她 被夾殺在中間的唯一男生 等於是好像她是弟弟一樣 被欺負 她被我們夾殺 好 每一對關係不太一樣 對 第三對是楊晨熙的哥哥楊孝 先歡迎 歡迎 這個已經是你們差到幾歲 10歲 對 哥哥一定就是照顧又疼 就疼了 我跟你們講每個人都是這樣 跟我說800個人了吧 然後可是真的不是這樣 我從小都覺得有哥哥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 因為哥哥都完全就是從小就是對我 都是那種打罵什麼的 真的 他是從來沒有照顧我 是長到大時候我才覺得好像哥哥真的有一點用處了 所以哥哥請問一下 為什麼小時候要這樣對妹妹 那時候覺得她是一個什麼樣的生物 那個時候可能小時候的話 我剛好看了一本書叫我妹妹 就覺得說 大頭醉 我妹妹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剛好因為我們年紀差很多 那彼此的個性又很獨立 然後也不喜歡凡人也不喜歡被凡 所以互動就比較少一點 我真的從小也都是很希望就是有別人陪我玩 可是我哥完全不理我 而且他都是最愛罵我啊 然後而且罵的都很難聽那種 很難聽的那種喔 最難聽的字眼看他是什麼 他會罵我像白癡豬 我覺得白癡就白癡就算了 為什麼還要加豬呢 什麼叫白癡豬 他說你這白癡 就是double再double這樣 對啊 我哥也蠻厲害的 哥哥也蠻有文學修養 對 來問一下我們這個小宇宙聯盟 自己跟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怎麼相處 我哥就在圖書裡面就是夾蟑螂 然後又塗巧克力醬給我吃 然後我因為吃到會吃完了發生 就是有看到那個鬍鬚 而且你剛剛有咬到脆脆的東西嗎 沒有它是在放在最下面 然後我只看到鬍鬚之後打開來發現有蟑螂 我哥才跟我說什麼 我正要跟你講而已你就發現 好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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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後來發現之後你怎麼跟哥哥 你沒有抓公嗎 我就很生氣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什麼 只是開個玩笑 然後就不理我了 那你有沒有想辦法弄回去 對啊 弄不回去 因為他是哥哥 好 沒關係齁 好 那玉萱咧 你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都是欺負弟弟 對齁 你怎麼樣欺負 對就是因為我每次就是在學校都很忙 都要寫功課 然後好不容易現在放暑假我就可以陪 陪他玩 那可是我陪他玩每次都會玩到吵架 因為他不收玩具 然後我就說好你不收玩具 因為他都在我房間 我就把他玩具全部丟出去丟回他房間說 長此以後你不准不准再碰我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我就是要進來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 我比你早出生我是姊姊 這個房子是我的 你不可以進來 這個房間是我的 你不准碰 我這個地板我比你早碰 你也不准碰到地板 所以你要懸空 然後他就跑去跟媽媽 懸空 對 他搞不好真的在走廊裡面這樣一死 四肢這樣 浮在那邊 然後一整晚都不敢下來 我不會承認自己的地板 他就會發抖 然後他就跑去跟媽媽講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拿一張紙上面寫說 本人吳玉軒不准我弟弟吳少恩 再進我的房間 然後我就簽我的名字 我就很生氣 然後就這樣子說 吳少恩你給我簽下去 然後我弟就開始 我就不知道你要叫我做什麼 然後就一直哭 然後我媽也就說 你幹嘛要這樣對他 可是因為我就覺得很生氣 可是你已經從原本說完句 因為他還太小了 對啊你發展到後面太多了 所以你跟他講的道理 他可能沒辦法理解 對啊然後而且我就要說完句 他還跟我講說 這是誰規定的 我為什麼要搜 因為這很火嗎 你不要這樣子說 因為你以前也是這樣 對啊 以前把他幫你搜 他有叫你懸空嗎 我哥以前小說也是不讓我 經過他的房門 連經過也不行 經過 那怎麼知道嗎 我沒有要進去喔 我沒有要進去 誰要進去他房間 可是明明就是他房門 我必須經過我才能到我的房間裡 用功能來睡 我只要經過他的房門 他就在裡面大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沒事就會 我坐在那邊 他就會過來扒你的頭 然後幫你再說 什麼東西 好幼稚喔 脆拔辣 我的天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當時心情是什麼 首先我要講一下 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不好 是 這是人類進化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 萬一好怎麼辦 馬子嗎 不可以嗎 你一定要這麼極端嗎 一定要被製造成 被安排成是不好 這是上天 這是老天爺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進化應該要這樣 對 要不然怎麼辦 所以其實你當時 大吼是 主持自己想要跟妹妹拿去 其實你那可能 客制自己想 哇 你從一早起來 你就對這個人 就覺得很煩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對這個人 他覺得討厭 就來分父母的愛 分什麼這樣子 就是他在你心目中 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點 說是覺得 他是可愛 或者是想去疼惜他的 可能是那個時期吧 當時他 因為我們家裡面 像小時候 我是長得比較好看的一個 他是長得真的 因為他當時還打排球 曬太陽 嘴唇又厚 很像菲律賓來的朋友 對 我覺得他講話的tempo 有點像張偉忠老師 他等一下就會站起來 所以說 你得到那多寵愛 家裡面有一個長得 相對不是那麼好看的 妹妹的同時 你就更恨他 就覺得 What's going on 就覺得帶出去不光彩 對 所以聽說連坐車都沒有辦法 坐在一起 我們就一人一邊 在後座 因為我們就兩個小孩 所以爸爸媽媽坐前面 然後後座就一人一邊 你們第二隊呢 應該感情就從小還不錯了吧 我覺得我們感情不錯 一個點頭一個搖 小時候很不好 小時候怎麼相處 講一下 小時候的話 因為我是家裡的老大 然後所以我爸爸媽媽 好像都比較疼我 然後我都可以指使他們 去買東西或是幫我做事 他有絕對至高無上的權利 就是女皇一般 弟弟是仆人 對 我弟應該在我們家 是屬於一個仙度瑞拉的角色 就是仆人啊 可能打掃 做家裡的家事 他都要做 然後我們餓了買東西 他也要去幫我們買 可是應該也是會有姐姐 照顧弟弟的時候吧 疼愛也會有吧 他小時候是 以前好像幾乎沒有 不會 完全不會 他完全沈浸在欲望的 那個 全力的欲望裡面 全力的欲望裡面 是弟弟那時候 心思心甘情願的嗎 不心甘情 那怎麼辦 那你那時候的怨氣 你都發洩去哪裡 我可能就要 自言自語 有人跟鏡子講話 或是 真的 真的 可憐 他很可怕 他小時候會自言自語 你逼出來的 你還說他可怕 你還說人家可怕 怎樣 他就是我們廁所啊 然後就是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廁所一直有人用 然後就過去看 結果看到我弟 面對著鏡子 然後在那邊 好像幫自己加油打氣 就說沒關係 再加油 沒關係 就講這些 我嚇死阿囉 想說我弟怎麼了 天啊 然後我轉過頭發現他在看我 我整個覺得超級尷尬 然後他很壞 他就在家裡大聲嚷嚷 然後說 黃玉翔發瘋了 黃玉翔發瘋了 更糗 然後我還趕快去跟我妹講 跟瑤瑤講 兩個一起笑他 好壞喔 好壞喔 沒關係 這樣你的心智會更堅強 長大之後遇到任何事情 幾乎都沒辦法 抗壓性變了 抗壓性很高 從事不知道什麼老闆 什麼都不怕 因為有姐姐 兩個姐姐的訓練 她真的灰姑娘 就兩個姐姐的感覺 對 對啊 那晨熙你們家就是剛剛講的嘛 對啊 哥哥對妳也是不太好 因為我們家其實跟很多人的家庭都相反 像我們家的話是 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我才被生下來的 就是他們其實是不小心把我生出來的 然後因為是女生 所以才要生出來 因為我們家族好像都生偏男生比較多 所以就變成說非常疼愛我 而且就是歲數又差很多 差10歲的關係 然後我哥哥好像就是 我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做偏心 可是我隱約著 從她跟爸爸媽媽吵架裡面 就一直聽到說 反正你們就是偏心 你們就是喜歡妹妹比較多一點點 對啊 然後我剛剛聽前面的情形都還好 因為你們有一種經驗嗎 你們被哥哥 為什麼 楊孝仙幸福妹妹究竟有多殘忍啊 我剛剛聽前面的情形都還好 因為你們有一種經驗嗎 你們被哥哥拿飲料往頭上倒的這種經驗 為什麼 那為什麼要這樣對妳 你看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當時是傻眼的 什麼飲料 是那種 就是他在喝了一開罐啊 然後我只是沒有理他而已 他就往我頭上就這樣直接倒下去 哥哥那時候是怎麼樣 他叫我嗨喔 說實在 這個我大概也想太起來了 沒有印象了 應該沒有印象了 我只知道說 為了那件事情 我們大概冷戰了一陣子吧 對 因為他還被我媽媽用那個菜刀追殺 對 所以哥哥現在站不起來 什麼假聽的實在是 被砍斷了 我後來問我 媽媽說 媽媽你那時候怎麼有 就是那種勇氣可以拿 就菜刀追殺自己的兒子 然後結果連我媽自己都不承認 他說沒有我只是要把那門砍壞而已 因為我哥那時候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立刻就跑去告狀 然後結果告狀之後 我媽很生氣 她也覺得怎麼會那種不可思議 怎麼小孩這麼壞這樣子 然後就要教訓她 結果她就跑到廁所躲起來 而且僵持了一個小時 我媽受不了 就跑到那個廚房去拿菜刀出來 把那個 就是 門下面都會有那個通風口啊 因為叫她出來就一直不出來 我媽就拿菜刀把那個砍砍砍砍 最後那個門就砍了一個洞 好High的家庭 我們家的人好適合拍那種 玫瑰同立演那種 對 好可怕 這很適合進OAS 然後就開始變化了 不是要看我哥啦 就是把那個門破壞掉 叫他出來 戲劇化的家庭 好 但是這個 那妮亞倫你們家呢 因為小時候 哥哥剛剛有說 他是比較好看的那一個 他嫌棄 是啦 因為他是我們家族裡面第一個長孫 然後他生了 然後我媽媽那個年代 他爸媽都號稱俊男美女 那我哥哥那時候生出來 後來看照片 確實是一個 比較可愛的小孩 那我生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 我爸爸媽媽的所有的朋友 都很期待他們的女兒長什麼樣 可是到了醫院都會說 你們訊報錯了 我小時候很醜 就是五官都看不見 只有一張很厚的嘴巴 然後就是這樣一路上來 你就是永遠 他們就說 你哥哥小時候好可愛 你小時候醜死了 就想說是不是 對 對 他那比如說功課上面 會造成聰明度 會造成兄弟姊妹吵架的一些點 他就是會常罵我白癡豬啊 而且他就覺得 我是被學校越教越笨的人 那就是哥哥的成績 哥哥很好 他很好啊 可是我也很好 但是我常常都跟我媽媽講說 我覺得你很不公平 因為你都把那種聰明記憶 然後一堆笨蛋基因都留在我的身上 他們要問一下這個幾位 有沒有 小時候就是 怎麼樣欺負對方的一些 或是被欺負的那個心路歷程還記得 他們不可能 大的不可能被小的欺負 那我們唯一 你不會想要整他嗎 唯一整他的方法就是打小包 對啊 你看 各位小朋友 親屬出一句話 任何交男女朋友的所有事情 請出電話 千萬不要讓你的兄弟妹妹 姐妹們知道 因為其實我哥哥跟的女生交往很久 然後我哥哥對家裡的人 都沒有透露出 他有交女朋友這種性 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我 好低調喔 真的很低調 低調到他們交往七年了 我爸爸媽媽跟我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請問這個 秀仙哥你是不太把家人當家人的 這種想法 對啊 我覺得大概就是要有獨立自主的空間 大概是 那這件事情如果 你當時他們偷看完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他還要走了 他還要走了 所以你現在對這個 所以大哥現在這個 你心情還好嗎 對 還可以嗎 我覺得我現在跟小時候的想法 差別很多 都可以接受 好像過去了 只是有點後悔說 當時幫我妹整理電腦的時候 沒有偷偷再多考一些東西出來 現在爆料了 你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有文言文嗎 我大概不會去看文字方面的東西 因為可是因為 我是要想要問你 妹你的情書內容 他其實就是會跟那女朋友講說 你今天就是吃飽了 然後我在美國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今天在台灣過得好嗎 然後很想你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距離的 其實真的對一般人來講都沒什麼 可是你要看平常是一個 就是不苟言笑的人 他居然會寫出這種東西 而且他們是 很像是把一天過的那種事情 寫得非常巨細迷 就是你的女朋友也是這樣 就像他女朋友 會把教我電腦的事情 就是寫在跟他的通聯記錄裡面 然後我跟我媽媽的對話 什麼也跟他講 正常的一些內容 對啊 那這個Apple呢 你們家是 你是怎麼樣 跟瑤瑤一起欺負她 欺負她花招有很多種 大概有哪些厲害 最絕的大絕招 之前 之前有一次 因為我小時候還蠻會欺負她 但後來我高中 我就去住校了 所以變成只有她跟瑤瑤兩個 在家裡相處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高中 五六日我會回家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弟就跟我講說 欸姐 你可不可以借我錢 我說幹嘛 然後他講說 我想要去梨子湯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梨子湯 然後她是自然捲很嚴重 她就說她想要梨子湯 我就說那你幹嘛 等到我回來再見 你不會去跟瑤瑤借 然後她就講說 我妹非常的壞 我妹趁我不在的時候 想了一個妙招整她 我妹就跟她講說 你要跟我借錢可以 那你先在我面前表演 皮笑肉不笑 然後她就在瑤瑤面前 就很為難她自己的自尊 她就在瑤瑤面前表演了 皮笑肉不笑 誰會想說這種主題 重點是 你是不是製作單位的人 對 重點是 表演完畢以後 瑤瑤看了以後說 那再來一個 肉笑皮不笑 就還在表演另一個 相反的 皮笑肉不笑 當時你怎麼表演 怎麼表演啊 就也不能表演 就是苦笑啊 做做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當時 皮笑肉不笑 很難耶 就很憋啊 我也忘記了 只是我只知道 我最後我就是整個氣到 她沒有講過 她怎麼過 對 橫華就跟我說 黃毅竹很壞 她講說她叫我表演 皮笑肉不笑 表演完還叫我表演 肉笑皮不笑 我們來看納豆表演 皮笑肉不笑 其實以前混過劇場的 應該可以 皮笑肉不笑 肉笑皮不笑 好厲害喔 有耶 對 她會倒你耶 劇場出身 OK的 好厲害喔 對 表演完以後 瑤瑤還是不借她 她當場大哭 她覺得她被 白表演啊 對啊 她覺得她被瑤瑤刷了 被刷 很過分 所以她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就跟我借 我就借她 然後但是我同時也有跟瑤瑤講說 你怎麼那麼壞啊 然後我妹就說 她自己表演不出來 我也沒辦法 我們下座聯邦好像有這樣情況對不對 也有雙胞胎的 像我有個姐姐 雙胞胎 然後她只因為找我一分鐘 然後就是 比如說玩電腦 就打電腦那個關快過了 然後她可能就這樣說 她要查資料去把我拉下來 就只因為她是姐姐 所以妳必須要讓她 對啊 就是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 有心酸 她自己咧 她打電動 對 她打電動 我是姐姐 我找我妹妹一分鐘 對 然後 只是我都覺得是妹妹欺負我 因為她很想當姐姐 她覺得先抱出來的才是妹妹 因為她說 因為先抱出來是在下面嘛 所以是先拿出來 她覺得在下面的是妹妹 因為在肚子裡面 就直接壓在妹妹身上這樣 對 對 對 然後她就一直覺得她是姐姐 但是我真的覺得妹妹有一個很好 就是她只要一哭我就會讓給她 對 因為再怎麼樣 妳姐姐都一定被長妹灌輸 就是妳是大的 妳要讓小的 對 這個姐姐很吃虧的 沒有 只是到等她 就是這種事情發生以後 她就會想當姐姐 就對她有利的時候 她想當妹妹 對她有利的時候 她想當姐姐 很聰明啊 什麼選的 對 好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妮亞倫這邊 妳有沒有曾經這個 真的把哥哥害慘到 譬如說 因為哥哥那時候是帥氣嘛 所以有沒有 真的譬如說一些愛情 被妳把它消滅掉 真的害到滿嚴重的狀況 妳什麼臉 沒關係啊 剛剛都過了嘛 都過了嘛 對啊 這種事情會進一輩子好嗎 當然 對 所以我後來就再也不搞這些 這方面的事 這次是怎樣 不是 因為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她有一個正牌的女友 那她又有外面很多 的朋友好嗎 好朋友 那剛好就有國外的好朋友 回來台灣 她安排在我們家樓下 是親戚的房子裡住 不是剛剛好 妳不覺得嗎 就剛好 然後我發現之後 我就想說 那她那個時候非常相信 她什麼事情 什麼心事好得壞 她都會跟我分享 然後我聽聽聽 我就會覺得 很刺激 可是又會覺得 可是那時候妳多大了 蠻大了 就是妳已經也 我20 我懂很懂事 我就是因為很懂事 所以我很心疼她的正牌女友 然後我就想說 妳千萬不要再浪費 什麼事 因為我其實就是很慌 然後妳又要這樣子傻傻的 就讓我講完 然後後來我就 她跟我講完她的計謀之後 譬如說我現在要下去二樓 接這個國外回來的好朋友 出門囉 然後在那個15分鐘 還20分鐘前 我就讓她的正牌女友知道 我哥要出門了 天啊 然後她的正牌女友 就把車開到我們腰樓上 然後就看到他們一起做 問題是 這件事情是 我一直不知道 我一直 所以我才相信 哇 然後回來 她回來說 我就想說我今天被抓了 人不能做壞事 然後我說真的嗎 妳被抓了 她說對啊 那誰誰誰就忽然出現在家裡門口 我說真的 我好像就 不是說話 不是說話 後來 人在嘴 T在嘴 我就覺得 人就是不能做壞事是對的 結果她講都是她講的 你知道嗎 那妳後來才知道了吧 天啊 這秘密究竟隱藏了多久呢 我就覺得 人就是不能做壞事是對的 結果她講都是她講的 你知道嗎 那妳後來才知道的吧 過了十年吧 好可憐 因為我跟她一起演 我說真的 她怎麼會知道 喔 哇 問題是 她在我們前裝精準 妳知道嗎 後來她在長大之後 已經變成是美女之後呢 大家相處就會比較 所謂的比較開心一點 就是比較當朋友了 因為她長得正了 只見她長得漂亮 對不對 要不然呢 因為我覺得小時候醜是好事 因為妳會一直不停的 還能看一點 還能看一點這樣 反正那個時候我只是會覺得 她們後來是 那個時候是真的分開了 就因為這個事情 當場抓到還不分開 她瘋了嗎 不是只是抓到一起出門嗎 就是妳就不練得好耶 比如說跟A講完說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那麼妳要幹什麼事情 都確定好 她不會來我們家之後呢 我再帶B出門對不對 突然發現A在家的門口 就出現這樣子 這樣兩個可能都落空 這種大康的感覺 你知道嗎 多難過知道嗎 我沒有 她常常啦 我敢來面對啦 不是啦 所以 因為她會做很多功課 覺得自己天衣無縫 就像以前 譬如說情人節 她會送一樣的禮物 然後帶女朋友去看同樣的電影 同一種冷門的戲院 所以就不容易講錯話 對 她就是都會覺得自己很厲害這樣 這哥哥有沒有曾經也是 對妹妹做過 比如說害到她的事情 小時候因為有愛生恨 所以說玩她的老鼠 結果把人家玩死掉這樣子 她很離譜 你要告訴她們 你怎麼把老鼠弄死的 小朋友 黃金樹大家都知道嗎 各位小朋友 但是平常有看過電視裡面 發現在動物在天上飛的時候 或在高空 他們會這樣子 真的 當時為了做這個實驗 我就跟我的朋友來 我們試試看有這個事情 當時她剛好她不在家 就是我和納豆這距離說 來我現在高空拋給你 我試試看 我就把它丟起來 你就接住 發現這個動物呢 在空中 當它守住無措的時候 真的就是這樣子 好壞喔 這個 我們都愛上這種感覺 我們來兩公尺 那我說 我們竟然打籃球 來三公尺試試看 四公尺 五公尺 到七公尺的時候 後來發現沒接住 就掉到地上 就摔死了 後來掉到地上之後呢 當下沒有死 就成死狀 對不起 她當時死掉了 這樣子 就成死狀 就成死狀 但當時還沒有電文拍這種產品 所以我們拿 就把手電筒打開來 然後把那個正腹器拆開來 用正腹器 電 電 真的假的 電醒了 電醒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他去 趕快把這個老鼠 放到他的籠子裡面去 但是發覺那時候 老鼠的大小便就不正常 就會 經常大小便 過兩天就掛了這樣子 那怎麼跟妹妹解釋這個事情 關我屁事 又不是我做的 因為當初他們是在我們家頂樓 K叔 然後就 我就 老鼠養在頂樓 然後後來死掉我很難過 然後他還跟我說 怎麼會這樣呢 吃也吃得好好的 那個喝也喝得好好的 沒有跟我講 天啊 好可憐 不過當時我最後去他 勸他一句就是 救的不去 行的不來 很壞 他就是男生很不聊 所以從今以後 我妹妹交男朋友 他就是兩句哲學 救的不去 行的不來 好可憐 妄想 謝謝狂毛 好 那那個Apple你們家呢 有沒有互相 譬如說打小報告的情形 我還蠻常打他小報告 以前有一次 小時候好像他晚上 會偷偷跟我堂地 溜出去打電動 打那種網咖凌晨的 然後就趁我們全家人熟睡 他就偷偷溜出去 跑到一樓也要溜出去打電動 結果有一次 我爸早上醒來的時候 就發現家裡的客廳 怎麼有一個外套 男生的外套 然後就開始詢問我們 這是誰的外套 然後我就說不是我的 我妹也說不是他的 然後他也說 我自己也慌了 我就說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他也說不是他的 然後我爸就很生氣 因為我爸是那種 一定有人在說謊 對 我爸就是那種 三個人只要有人說謊 就會連做法 然後三個都打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就很緊張 想說怎麼辦 然後因為他也說不是他的 那很明顯是男生的外套 我就突然一個靈光 我就想到 那件外套我好像有看過 然後就想到 好像是我堂弟的外套 因為我堂弟住我們家隔壁隔壁 然後我一直講說 那個好像是黃柏妍的外套 我爸就說是嗎 我就說應該是 我就帶著我弟 去堂弟家門口按門鈴 問他說是不是 我堂弟原本還否認 說不是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可能會在這 然後他後來想說 可能沒辦法否認 他說對啦 是他的 我回去以後就抓著我弟 跟我爸講說 爸爸那個外套是堂弟的 一定是他晚上跟堂弟去打電動 我爸爸堵打了一堆 可是那個那種為了自保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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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那天沒有要三個人一起揍 完全是我姐的 我姐自己以為她是偵探 就在那邊 一定是我堂弟的 然後就衝出去超開心的 然後我一直跟我姐講 就是以抓包圍樂趣 對 然後我一路上 走回來我家隔壁隔壁 我覺得那段路超長的 為什麼超長 我就一直跟他講 不要跟爸爸講 他已經去 黃柏妍 就是我堂弟的 然後我就開始被揍 這可以開真信社 沒有 小時候都會很喜歡這樣 因為你能相處的就是兄弟姐妹 就會很喜歡告狀或什麼的 對 一定要 就從來沒有想過 哪有 沒有嗎 這個事情爸爸搞不好已經問完 可能已經算了 結果你還是想要把這件事情 對 他都要搞大 他一定要追根究底 那你還曾經扮鬼嚇過你弟是什麼事情 就小時候我們都 因為我們 我跟瑤瑤同個房間 然後她是自己一個房間 然後她常常 因為她 我不知道她比較笨還是怎麼樣 她小時候來我們房間 晚上關燈了 她想從那個門口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遠遠 就會看到有一個影子 就是人影這樣偷偷的進來 我就會跟她說 黃小你幹嘛 她就嚇到她就退回去 然後我跟我妹就想說 不能讓她這樣嚇我們 然後我跟我妹就說 好 我們差不多等個十分鐘 等她睡著以後去嚇她 後來她就睡著了 因為就沒有聲音 我跟我妹就爬... 爬到她的房間 用爬的喔 因為怕走的會被發現 爬到她房間以後 因為她的床很靠近門 所以進她的門以後 就可以直接貼著她的床 因為她的床是單人床 我就貼著她的床 慢慢地爬 爬到她的那個腳的部位 然後我妹已經快笑死 我妹在門口 看她有沒有醒來 我爬到她的床的腳底以後 我就手這樣放著床 然後 我就靠在上面 笑 這會嚇死我 好酷 而且我都不講話 我就一直跳 我就看她多久才發現 我就一直這樣靠著 可是她睡著 她怎麼會醒來呢 你不會想笑嗎 你們應該要把她弄醒 會有一股力量覺得 好像有人在盯著你 對 因為我們... 對... 我這樣子頭呆了一下 她都沒有反應 我就開始這樣 就用那個... 一直噴出氣來這樣 用那個呼吸聲 鼻息聲 對 然後她就發現 是不是好像有人 因為有呼吸聲 所以... 跟她的板鞭被打開 一看到 哇... 那怎麼在這... 這真的會嚇死耶 他在嚇死耶 當下有反應嗎 當下 你不要推她一拳 這可能嚇到壞尿吧 其實我當下 我當下是整個呆住 我一直在想 那真的是人頭嗎 我一直在想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沒有看錯吧 這樣 我跟我妹好得意 回去房間 笑到睡不著 太好玩了 當初她第一次在台灣上節目 就是我們去康熙 那也是聊就是兄弟姐妹的感情 然後她就自己一個聊得太好 而且她也常常看很... 是 明明就是在破槍爆料 沒有沒有 然後因為她是很喜歡 她最喜歡的影星就是 是金凱瑞跟周星馳 搞笑吧 所以她就會覺得 她的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她就上節目之後 就很開放 然後就很... 把S... 就是把小S剛好 剛好當朋友一樣 啪啪啪啪啪啪 什麼都講 然後問什麼就講什麼 其實完全是... 完全都是覺得自己講話是真的 可是她就是因為 越講越誇張 就開始... 絕對是真實性 我在旁邊就很心酸 然後就很害怕 然後她越講越多的時候 我們... 好啊 我要平反 我要平反 然後她覺得這個手勢是越... 就是說... 不是 來來來來來 繼續講話是真的 然後她一直講 然後我金凱瑞的臉就是... 如果說這樣 我就被鼓勵 我就OK嘛 我就繼續講下去 因為金凱瑞會覺得 自己藝人的形象會破壞 不是 她這樣子 先底牌了 她不是鼓勵的意思是什麼 她說你講太多了 加快速度 她表情應該不可能是這樣 那哥哥現在讓你講 你覺得妹妹有什麼 讓你覺得受不了的力 她就是懶 什麼懶 懶啊 她是這一輩子 我見過最懶的一個人 懶到什麼程度 她能夠去指使別人做的事情 她絕對不會自己做 可是那是因為在家裡 對啊 例如說 現在這邊水在這邊 然後我坐在你的位置 她會說 哥哥來幫我拿水 我就從那邊過來 幫她拿水給她喝 人滿好的嘛 對啊 那你也疼她 但是小時候 音樂欺負太多了 所以後來她怎麼樣來折磨我 都是OK 要玩就對了 但是妹妹庭在家裡面 也不太愛穿衣服 她和她的媽媽和女兒 她們都有一個習慣 這麼懶得穿衣服 就是她們在家裡面喜歡裸體 天啊 尼亞倫在家竟然愛裸體 妹妹庭在家裡面 也不太愛穿衣服 她和她的媽媽和女兒 她們都有一個習慣 這麼懶得穿衣服 就是她們在家裡面喜歡裸體 是嗎 對 全裸嗎 沒錯 已經青春期過後了嗎 可能是上禮拜之類的 不是嗎 她平常不在台灣 她在上海嘛 那我們回娘家 大家梳洗完之後 女生都要擦身體乳液啊什麼 你穿了衣服你怎麼擦 可是 在爸爸跟哥哥面前 這不會尷尬 而且 因為我爸都坐在客廳看電視不會動 那他就會自己進來啊 然後就 我覺得我媽不用說了 反正眼前都看過 她們兩個房門是剛剛有相對的 她和她女兒一間 然後這邊是我媽媽那一間 我想跟她借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一開門 她兩個女兒都是裸體 我的天 我的天 然後她就起來 左邊去看我媽媽房間 我媽全身躺著 我的天 都裸體啊 男生這一輩子 都不願意看到 就是自己親戚們裸體對不對 對 男生看到這個就怪怪 完全不舒服啊 你有沒有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要害我 對女生的身體已經沒有渴望了 後來我就馬上出門 大家去喝酒去 什麼時候再喝 然後去情商一下 對啊 OKOK 這個沒辦法 就是習慣了 那Apple你們家呢 妳也會裸體嗎 我不會 我不會裸體 太害羞了 那妳受不了弟弟什麼地方 我受不了她可能是她太會 不會存錢 對 就是出來工作以後 我就發現她不太會存錢 我真的不太會存錢 對 因為我都會幫她繳電話費 哪有啊 我都會繳房租耶 所以姐姐是這樣存錢 妳以前電話費多貴都 我要幫妳繳 妳房租多貴拜託 妳以前不講這個話 繳自己的錢就好了 沒事… 就那小哥知道 對啊 沒有 就是我也是長大 偶爾會叫她說 我現在就是不想出門 今天不想出門 去幫我繳電話費 她就會幫我繳這樣 連錢都她要幫妳繳 後面會給她啦 才不是 有 沒有給的 我有給吧 她以前有一陣子不是很… 不是很OK的時候 就是我在幫她繳電話費 她現在完全忘記了 沒關係 她不OK 她剛出社會不OK的時候 她因為她的工作 會需要… 要爆料來爆 她工作會需要用到 Mac那個電腦 因為她要剪接那些軟體會比較好 所以要用比較高規格的電腦 我那時候就把我的… 我自己用EPC那個時候 我就拿了一筆錢給她去買Mac 讓她去買電腦讓她用 喔… 長大 會互相照顧 對啊 她是理財嘛 那… 裕翔你覺得姐姐哪邊 個性你受不了 我覺得她從小被我爸爸… 保護得太好了 她現在想法都非常天真 好像不同人情事故 也不會察言關係 怎樣的年生法 就感覺很容易被男生騙了 怎麼會被男人騙 對 講個幾句好話 她就說 那男生對我很好耶 不然呢 就是要追她 對 愛情上嘛 對 我就很擔心她這個 這算是有點互相關心的 這還滿好 對 但我有時候會 就不自覺又害到她 就要有時候 我可能看到某個男的不錯 會跟著… 或者是已經跟著男的在一起 還沒在一起之前 他就會跟我講說 喔…那個男的怎麼樣怎麼樣 叫我小心這一點 然後就說喔…好好好 但因為我自己喜歡 我後來還是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以後呢 他可能就會… 他外面的一些朋友 可能有碰到這個男的 私底下可能有去約別的女生或什麼的 他會跟我講 叫我說搞不好好有這件事情 叫我小心一點 然後我聽完了以後 我碰到那個… 我的男朋友 就會跟我男朋友講說 欸 你上禮拜是不是在哪裡哪裡 是不是想追一個女的啊 然後我男朋友就會跟我講說 沒有啊 誰跟你講的 我說你不要騙我 我弟跟我說都… 你為什麼會騙我的 喔… 他… 沒錯 對 然後他後來跟我講說 他沒有什麼什麼的 後來我又會再折回去跟我弟講說 我男朋友說他沒有 好像我在… 我在挑玻璃見 對啊 他在哭 後來他就很火啊 然後他說以後不跟我講 所以我才想說 喔 那我應該聽了就不要講 對 就不能講 沒錯 自己慢慢觀察就好了 白癡豬 白癡豬 這才是白癡豬吧 這才是白癡豬 好趣喔 像這個妮亞倫 因為小時候哥哥這樣子 他比較走花心路線 所以造成你後來的感情 也會特別小心 他後來帶我真的出去夜店玩的時候 那當然我就是跟著他去嘛 然後到了夜店 可能他就要自己去當燈塔 在那邊去找燈塔的好朋友們 那我就坐在那邊很無聊的 小時候還小 然後他的朋友就會過來想說 照顧一下Michael的妹妹 然後就過來跟我聊 然後我就聊一聊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聊完之後男人一走 然後他就過來飄過來 他就說 那男生看起來是不是很誠懇 很會聊 看起來不錯 我說 還要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我說 不用擔心 我了解 因為他跟你很像 中箭 所以只要在外面 我看到那種又高又帥 然後又很誠懇跟你聊天 或是講話語氣 或很風趣的方式 跟女生都愛這樣子不是嗎 我就知道 所以你就不會上這種檔 我就說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來一些特別的 對 因為今天我們要讓這個 兄弟姐妹說出他們真正內心的話 那因為你們現在大家這樣聊 大家都直接這樣聊 很多時候還是很多話說不出口 有時候保留啦 對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你的兄弟姐妹弄過 然後你可以在大家面前 盡情地說她的話好不好 師弟 那我們先請尼士熊妹 我們請尼亞倫戴上耳機 然後哥哥在大家面前 講一下你的一些料好不好 師父 就位 最恐怖的爆料大會準備上演 馬上就來 進入最真實 最恐怖的爆料大會吧 好 我們現在就要請這個 尼士熊妹好不好 道明哥 盡量講 她現在什麼聽不到好不好 聽不到 好 請說 很抱歉 跟我妹妹也要澄清一下 因為在我 我們小的時候 當她變正之後呢 對的男朋友就一直不斷 很多男生跟她搞小曖昧 對 所以 我一輩子被她爆料 爆了很多次之後呢 導致是我很多次的感情的失敗 這個一定有積怨 所以一定要有一次要爆發 對 所以在她當年在跟A交往的同時 跟B和C搞小曖昧 原來她也是這樣的 搞得不定的 還講你我的天啊 對 那後來 我也就一樣化 B和A 對 一樣化葫蘆去 跟B和C講 跟A 把讓A知道 A知道跟B和C的關係 讓B知道A和C的關係 讓C知道跟A和B的關係 數學題有沒有 你全部都講了 導致ABC都掛 什麼都沒有 對 都爽 但這個 好開心喔 這件事情她不知道 人生達到天峰 這件事情她不知道 她就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 突然就不要了 對 但這個其實是她自己的問題 因為自己要滑心 好狠喔 不是啊 你們表情也太過辣了吧 所以說我愛你 雖然說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老公都不知道 我們去看播出 對 看播出 最好 最好是自己一個人看 最好老公千萬不要看 對…你把老公 老公絕對不能看 買張支票送老公出國 老公絕對不能看 來 下一位受刑者 來 我們歡迎 好不好 Apple 玉翔 現場還是能知道啊 我們看狀況 玩那麼硬 玉翔 其實 我是很 我想實在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我姐姐 可是 小的時候 不是 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他真的 他真的對我們 他真的對我們 教練人們道德的極限 好厲害 不好意思… 誤會… 好 去講… 然後呢 很慌 雖然他小時候這樣子欺負我 對 但我也不是一直都 真的那麼膩來順手 對 所以因為他會提供我很多 報復他的機會 就假如說 他會叫我去 所以我就要洗米 我洗米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有米蟲 然後 你們有沒有看過米蟲 有 其實我一直覺得米蟲很可愛 然後我就不想把它弄死 我就會用塑膠杯 每天洗米 存了好多隻米蟲 都是活的還是死的 活的… 在水裡面還活著 就讓我出來放在杯子裡 然後呢 他呢 每到假日 他興致一來 就要我們跟他娘娘請安這樣子 就是我跟我妹好像是那種大廚 要比賽 比賽… 料理東西軍 類似 然後有一天要做飲品 蛤 做飲品 對 他出了一個主題叫做 三粉圓 檸檬三粉圓 這老天爺給你上粉的好機會啊 這個機會來了 然後我看他三粉圓 我越看越覺得 好像米蟲喔 因為黑黑的 他還沒泡起來 他就是黑黑的一個來的 我的天啊 我就靈機一動 把他跟米蟲全部倒進去 怎麼了 然後就加檸檬嘛 加糖嘛 把它調得狗狗的 然後 接著我跟我妹就這樣 封上去給她 她就拿錢 她就在那邊娘娘示威 好 就一個一個品嘗 然後就喝完 兩杯都喝完 所以這件事情姚姚也知道 姚姚也有 她不知道… 只有你心裡有 我不能跟姚姚講 只有你那杯有嘛 姚姚那杯妹妹有嘛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講出來 對你的生命會有威脅嗎 不會啊 我覺得她吃了那些 米蟲以後變很漂亮 蛋白質的碰蟲 所以我有點生氣把她 機會讓給她 找到自己喝 對 原來那個才是最營養的 你點怎麼跟我們不太一樣 這個好噁喔 好吐喔 重點是我最後還得到冠軍 雅姚還生氣到哭了 謝謝 好 最後一對請 好緊張 楊四兄妹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不是算是來爆料 但是就是趁這個機會跟我妹講一些 曾經她發生過的事情但她不知道的 那包括說有一次 這就是爆料 你不要把爆料合理化好不好 小時候的時候其實 說實在我都不太理她 但是我妹真的是蠻可愛的 她會非常天真的跟在我後面 然後要做一些就是我做過的事情 那 妹妹 對 然後那我覺得她太煩了 我就把我對過的發票 再騙我妹說 那這些都沒有對過你拿去對 然後她就非常開心的 就是小朋友非常天真 而且非常專心的一個一個數字來對 那當時我是覺得太好了 這個就是讓我不用煩她自己去做她的事情 可是在多年之後想起這件事情來講 就覺得當時那個 那個心態 對那個妹妹的那個樣子其實蠻可憐的 對 然後那 這個白忙一場 對 然後 其實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話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我大概沒有辦法直接對我妹講出來 就是我覺得我妹真的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可能跟其他的女生比不太一樣 就是她在我的受傷事件的時候 她都會表現得特別鎮定 比如說我臉上可能裂開一整道然後都噴血 然後她連我自己都不敢看的情況底下 我妹會把那個遮住的那個血的衣服 血液給剝開 然後看了之後就跟我講說 要縫 然後呢 我妹就把我載到醫院去縫 好酷喔 然後整個過程之中非常的冷靜 非常的酷 然後甚至我在縫的過程中她跑來跟我講 好酷喔 隔屁的掛掉了 什麼 講進去的時候也非常的冷靜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 我們真的是同樣的一家人 她真的是我妹妹 還蠻感人的 真的蠻感人的 真的蠻感人的 但是我教你下次用一招你知道 我提供給你 就是說我朋友的發生的故事 她也是跟發票有關 就是她 她就剪了加中幾張發票之後 然後她就去拿那個便利商店 你不是有那個什麼 怎麼中的那個號碼嗎 她就自己打了一份 然後假裝那個中頭獎 然後接著她給爸爸對 然後爸爸就以為自己中頭獎 所以她超爽的 然後結果最後其實沒有中 所以你剩這裡的試試看 好 但是這是感人的故事 好 謝謝 好棒喔 可以拿下來… 你哥哥講的這整個是好的 真的嗎 真的 他在稱讚的 今天這算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有這個兄弟姐妹 其實感覺上 雖然吵吵鬧鬧這樣過 但是其實也是 好像是滿不錯的一個手掌 對啊 我們很喜歡做這種主題 讓現在的小朋友知道 就是你要珍惜 你的另外一半的手 對 就算你現在常常跟一個哥哥 哥哥 弟弟妹妹姐姐吵架 但長大之後 搞不好有一天她會來爆料 所以這才好一點吧 好啦 對啦 謝謝各位 謝謝所有兄弟姐妹 謝謝 祝你們都享受得快 好不好 拜拜 她是全台最小的李丁 你相信嗎 她是全台最會耍槍的小李兵 數年前我曾經看過那個新聞畫面 有說一個小朋友很會耍槍 不過長大的話可能就是她 聽說你還可以 猛煙耍槍 我右手都沒問題耶 接下來播出金頭鬧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星人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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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